今天Costco人超级多 动物车都没有了 而且冒着雨 跑到对面停车场去飞车去了 有没有淋湿 我们逛完Costco了 看我身后这一车的东西 我本来就是想进来买一盒酸奶 买一瓶牛奶 买一点点东西的 没想到又买了这样一车 给大家看一下我装了多满的一车 满满的一车的东西 这个最大了 这个最轻 往里面放 这个大东西往里放 我按着车 我按着了 好了你放吧 往里边顺到里边去 现在到家了 来整理这一车的物品 都是从Costco刚刚买回来的 那这一套呢 是给儿子买的这个滑雪服 它是一套的里面带一个裤子 这一拎的矿泉水呢 也是Costco它自己的自主品牌 就Kirkland 那通常呢我会买上这样的一拎袋 放在家里 有的时候来不及接热水啊 就会临时用这样的矿泉水来应应急 好了现在呢我已经把今天从Costco买的所有东西呢 从车上搬到了厨房里 搬到了厨房的台子上 那现在呢我来跟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我今天都买了什么东西 从Costco 这个是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 这是煎饺 就是特别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那它应该是这个 它有两种包装 就是两个不同的馅料 我们通常买的那这个蓝色的包装 它是鸡肉 鸡肉馅的 鸡肉和白菜馅的这个煎饺 它制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放在平底锅里 上面抹上一点油 把煎饺摆上去 然后呢上面再倒上一碗水 盖上锅盖 等它全部的水都蒸发了之后呢 它就做好了这个煎饺 是非常的方便的 如果家里有小孩子啊 带饭什么的 这是很方便的 它另外还有一个 大概是红色的吧 我记不清了它那个包装的颜色 那个是辣白菜和猪肉味道的 那个也挺好吃的 但是相比较的话 我们家是更喜欢吃这个味道 所以这个煎饺是一定要强烈推荐给大家的 这是我们家必买的 这一大袋子是 1.9公斤 1.9千克 它里边还附有这个酱料 但是这个酱料太甜了 一般我们就不吃了 然后再说这个冷冻的食物呢 这个应该要快速把 快点把这些介绍完之后 好把它们快点放到冰箱里面冻起来 所以要快点先讲这些冷冻的速冻的食物 那这个就是属于西人的西餐一类的 它也属于西餐里面的快餐 它叫Mita Lazana 是吧 这怎么叫我也不是不太清楚啊 它这里面一共是六盒 六个小盒 一盒呢是一人一餐的分量 一般孩子一顿吃一个就可以了 它里边是有那个意大利的肉酱 番茄酱 还有很多的cheese啊 还有一些那个面片 然后上面铺满了整整的cheese 它做起来也非常方便 可以放在烤箱里 也可以用微波炉快速加热 大概五六分钟就好了 所以如果没时间做饭 或者孩子很喜欢吃这种西餐的话 可以买买这样的一盒放在家里 一盒里边是六个trail 还有冷冻的就是 这是我今天刚刚发现的新品种 也不是刚刚发现 就是以前看到过 但是从来没有买 然后今天呢就想买了试试看 它是小笼包 也是这种中式的小笼包 它里边一共是六份 每份的里边有六个 它也是很方便 可以用微波炉 用微波炉直接加热的 大概只需要两分钟 高温高火两分钟 就可以吃到这样一剔的小笼包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家里有孩子的话 是非常方便的 尤其是喜欢吃中餐 又自己没有时间去包包子的话 这个就很好了 我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是要速冻的 嗯 再来说一下这个吧 这个是那个Kimi Koniwa 用中文说呢 就是那个藜麦 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古物啊 藜麦 大家靠近了看是这种小颗粒 那它是已经把它煮好了之后呢 把它跟番茄黄瓜 还有一些甜椒之类的 就拌成了拌在了一起啊 就是拌成了一种沙拉的 它是藜麦现在 如果讲究养生 讲究营养搭配的人的话 一般都会吃这个 因为它对调节身体里 什么血压 血脂啊 之类的好像特别的有帮助 反正是非常健康 营养的一种 食材 但是吃的人不是很多 一般我看到了都会买一份这个 好我现在呢 先把这些冷冻的速冻的东西呢 先放到冰箱里 我感觉可能快要化掉了 我先把它放到冰箱里 回头我再来给大家介绍 我其他还在Costco买的那些东西 在准备往冰箱里放这一盒的时候呢 我就想把它拆开来啊 拆开来呢 放到冰箱里 这样比较节省地方 然后顺便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 里边是长什么样子 它里边呢 就是这样一盒一盒的 一共是六盒 这六盒呢 是做的半成品 你直接把上面的这一层膜撕掉 放到微波炉里边 用最高的火力 六到七分钟就可以吃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你看 它这个底下的这个盒子 都是纸质的 非常环保 而且也没有这个 有害物质 所以用高温加热的时候 也不会有任何的危害 不用担心 好 现在这六盒呢 我是让儿子把它放到冰箱里 冻起来 能拿好吗 你先打开门吧 然后再放开吧 然后找一个盒底的地方 把它放起来 好吗 这个大箱子 哎呀 这个大箱子呢 是全部是薯片 有小朋友最爱吃的五种口味 如果小朋友喜欢吃薯片的应该都对这五个口味非常的熟悉了 它里边是一共有五十包在这个箱子里 这种口味有八包十包十六包八包八包这样子的 通常呢我会储存这样一箱在家里 因为小孩子他放了学之后有很多的兴趣班 有的时候呢他们路上会饿 或者课间休息的时候需要一些小东西来 磨磨牙齿啊 要吃一点小 snack 所以很方便呢就会给他们带这样的一小袋 我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边是什么样子的 它这个箱子呢一般都会做成 它都会在出厂的时候都给给他装成这样的一个虚线 很方便你把这个口子给撕开 撕开之后呢 哎呀 就会 这个箱子就像这样一抽起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里边都是这样一小包一小包 一共是五十包 孩子们非常的喜欢 而且它的烹饪方式应该也是少油的 应该是没有油没有油的那样的薯片 还是算是比较健康的了 好现在我的小帮手 Yin就帮我把它放到应该整理的购物架上去 谢谢 我们俩分好工了 我一边讲解 然后他一边来整理 我讲完了什么 他就把什么东西放到应该放的地方 好的接下来要说的是 哎呦 sorry 这个酸奶啊 哎呦 这个酸奶强烈的推荐 这个是国内应该有这个牌子 是达能这个酸奶 它是里边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 孩子一次拿出来喝一次呢 就是这个分量刚刚好 而且这一长条里边是有 八十六个十六瓶 分别有不同的口味 有草莓味道 还有这种桃子呀 呃 这个paneple 就是菠萝的味道 他们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每次基本上都会 至少买两条 至少买两个 然后把它们拆开 放在冰箱里 孩子呢 要多喝酸奶 酸奶会帮他们补充 体内的这个益生菌 会帮助他们促进消化 尤其是Angela 她肠胃消化功能不好 所以我会鼓励她每天多喝酸奶 我们家冰箱打开门之后 一般最下面的门上的最下面这一格呢 我们全部都是放来 用来放酸奶和cheese的 这样孩子拿起来非常方便 因为它矮 尤其Angela个子矮嘛 她勾不到上面的 所以她就会 那个从下面拿了就很方便 这里是cheese和酸奶 所以摆在下面这一排 一般拿回酸奶之后 我们往冰箱里整理的时候 我都会跟儿子讲 是要从下面 把它的纸包装打开 打开之后呢 就把酸奶的瓶子 整理到冰箱里 这个外面的纸壳 就可以直接拿来回收了 然后这里是牛奶 我们买的牛奶 因为想让孩子保持这个腸 比较全面的营养 所以我们家里买牛奶的 都会买这种全脂的 然后有机的全脂的牛奶 这一桶呢 快要喝完了 还剩半桶了 所以买了一桶新的放在这 也是放在冰箱的最下面 因为这都是孩子们 经常会拿的东西 你放的太高了 他们拿起来不方便 所以我们这些 孩子经常取的东西 我们都会放在最下面一层 这里看到 我放的是鸡蛋 因为经常我 做鸡蛋的时候 比如说煎鸡蛋 炒鸡蛋啊 蒸鸡蛋 都会让他们帮我 请他们啊 帮我拿鸡蛋 所以这里放的都是鸡蛋 肉桂包 它是用肉桂粉做的 其实一开始 我也吃不太习惯 这个肉桂的味道 但是后来 就是研究了一些 营养学方面 发现这个肉桂粉 对身体特别的好 它可以延缓衰老 然后帮助身体减少脂肪 所以我就不太抗拒吃它了 再加上两个孩子 就特别喜欢吃这个 所以我们偶尔会买 因为它里边是 有油和糖的成分比较高 所以也不建议大家一直吃 我们也是偶尔偶尔买一下 好的 把这个放起来吧 Angela 你回来啦 好的 继续给大家介绍 那今天现在来介绍呢 蔬菜部分 这些菜呢 是我一般用来榨汁的 就是喜欢榨一些smoothie啊 早晨 放一些水果和蔬菜 榨汁 榨出来是那种绿绿的 很粘稠的那种汁 就是喝了对身体 清理肠道 排毒很好 所以一般我会放这个 菠菜 黄瓜 牛油果是要放的 牛油果的好处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了 那这个牛油果 放进汁里边之后呢 那个汁就会变得非常的浓稠 就不会喝起来很渣的那种感觉 然后一般榨汁 我还会放一个 这个芹菜 还有最多最多放的就是那个Kale Kale 那种绿叶蔬菜 那个是在冰箱里 我昨天就已经买好了 所以我不拿出来给大家看了 嗯 另外呢 这个柠檬泡水喝 这个是要 一定要有的 再加上 这个卤笋 卤笋也很好 很健康的蔬菜 对于大家经常吃 它的甲的含量非常的高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排除多余的水分 在一边说的时候呢 最后一边就在整理 我这些购买的东西 那这个抽屉呢 我们全部是放绿色蔬菜的 好 接下来呢 那这是苹果 苹果是家里一定要常备的 嗯 在学校也可以给孩子带零食 带苹果当零食 肯定比那些小零食 更营养健康一点 这一大袋子呢 都是全部是洋葱 洋葱 可以拿来做汤 可以拿来炒肉 可以拿来做沙拉 也不多说了 洋葱 大家都知道的 再就是 啊 这些全部是番茄了啊 这 这 这三个是番茄 是不同颜色 不同大小的番茄 这是紫色的 这个是带 这种藤的小番茄 还有一个是带藤的 大番茄 番茄当水果吃 做沙拉吃 或者是炒鸡蛋 还有做这个汤的时候 尤其是牛肉汤 放番茄 非常的美味 嗯 放在那就好了 番茄不用放冰箱里的 这个是无花果 无花果孩子们超喜欢吃 所以看到了就会买 没事啦 无花果放到冰箱里 谢谢 嗯 然后还有很快来 还有两样了 这个是玉米 甜玉米 经常吃点醋粮好的 那这个也是跟玉米有关了 这个非常的重 这是爆米花 很重爆米花 它里面是有44个小package 44个小份 然后你只要把它放到微波炉 微波炉里面 走个几分钟就好了 爆米花 是玉米 都是纯天然的这种冲凉 所以可以代替 一定程度上代替主食了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Costco 买的所有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 然后Costco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值得购买 我们每次去呢 都会买上一大堆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Costco 购物分享的话 以后我们去Costco 买了什么东西 也都会拍了 跟大家分享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咯 拜拜